最近就有外國雜誌選出了40個全球最有型的社區 我們香港的深水埗就排第三間 近一兩年深水埗都開了很多不同新的咖啡 讓我帶大家去看一兩間我最喜歡的啦 一棟棟舊樓,密密密密的攤位,布店 絕對是深水埗特色的畫面之一 但大南街這邊越來越多文青小店,型格咖啡,食店進駐 就像這間主打純素的甜品店 今年才由網店進駐大南街的合社 Hello,我們是Muno,是賣純素甜品的 我們主要有roll cake,曲奇餅和tac的產品 我們都會用自己做的純素牛油去做曲奇餅和tac皮 另外,Macaron全部都沒有蛋 就是用了植物蛋白去做 雖然沒有用到蛋,但Tina製作的馬卡朗 都有漂亮的裙邊 口感亦都跟平日吃的沒甚麼大分別 幾有驚喜 加上簡單的木系裝潢,坐得舒適 而甜品店所在的合社 更是複合藝民空間,不定期有不同的展覽 吃完甜品還可以看完再走 另一間推介的日系cafe 將深水埗舊店面翻身 增建的樓梯可以連接二樓的用餐區 亦是人氣的打卡位 加上擺放了淋淋種種的選物 好有文青感 而這間cafe主打日式興食,精品咖啡 又會定期更新菜單 同時結合了居酒屋,有十幾款手工啤酒 晚上還有串招食 日頭來探啡,晚上又可以來啤一啤 而最後一間要介紹的cafe 都很受歡迎 環境裝潢夠吸引 巨型的復古旋轉樓梯 綠色紡貼皮的布置 幾有傳統港式舊大宅的感覺 不過最棒的都是這裏的咖啡 除了有自家烘焙的咖啡豆 亦有不少招牌特色的咖啡 另外亦有輕食提供 無論下面cafe和上面一二樓 其實我們都會定時搞一些不同的展覽 或者是和地區有關的一些活動 亦都好像之前有一些攝影展 或者是現在的畫展 這麼多這麼吸引的食店 日月之後找日來深水埗 來一日cafe hoping 我們都 открыв馬上看 看到 новый劉� rare solved 좋아요 誰 誰